-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 大家如果有看我8月22号的这支Vlog影片 - 应该就直到我那一天去光南和沈济新村那边买了一些战利品 - 那今天这个小开箱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开箱我买的这些文具啦 那我们就先从我从省纪行村那边购入的文具开始讲起吧 首先是我在能义文具店买的文具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Kita Kita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是蛮熟悉的 它就是做这样子 这边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做这样子一段一段小小的纸胶带 所以你如果想要带出门的话 这样子四一段其实非常的方便 你就可以这样子然后它就是像纸胶带一样 它是有带粒心纸的 就可以把它撕开 这样子非常的方便 那它这个还有这个 但它这个的材质是塑胶的材质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它也是这种一段一段 它是透明透明的 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看 而且你如果把它贴在白的纸上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不过呢因为它是塑胶的材质 所以没有办法用一般的笔来写 要拿这种 易材质的笔才可以写在这种塑胶的上面 那这个要怎么携带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它这样子往下一折 这样子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轻巧方便的一个小素材 你就可以放在包包或者是笔带 或者是手帐的后面有一些小袋子都可以放的进去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实用又非常方便 然后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它一条的价钱 这个是140 那这种易材质这种塑胶的 它是190 但是你买一条 就等于你是买到四款的纸绕带图案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划算的 第二个呢是这个 这个是空白明信片 这个空白明信片呢 是1分之1他们家出的 我一直以来呢 的明信片拼贴 空白明信片都是用他们家的 因为他们家的质感我觉得非常好 而且价格也不贵 35张这样子才100块 然后疫情在家嘛 也差不多把之前那一包都用的完了 所以就是这次来到文具店 就想说可以顺便补一包和去使用 接下来下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是品墨良行的纸边素材包 那其实我本来就是想要选一些纸边素材 然后他们那边有贩售非常多的纸边素材 每一包的内容物都是随机的包装 有点类似金纸包的感觉 那我在那边也是选了很久 最后选了这一包 我觉得这种纸类素材啊 非常的好用 一次也不用买到一大堆 可以让每一个纸都有一点点这样子 那像是拼贴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只需要一点点 有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他们的纸边啊 现在有八折的活动 所以像我买这一包纸边 才八十块钱而已 我觉得它非常的划算 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挑选自己喜欢的 虽然它的款式都是随机的 没有办法看到你里面的内容物 但它因为是透明的包装 所以其实就把它摇一摇 也可以稍微看到里面的一些图案 不过我觉得就是随机的方式也非常不错 就是可以试试看啊 和平常不一样的风格拼贴 它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纸边素材 你可以任意的去用在你的手杖上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素材包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箱的就是光南的补货啦 其实我去光南也没有看到什么新的文具 所以主要就是补一些之前用完的东西 还有一些新的笔类这样子 我们就来看看我买了些什么吧 那我们就先从笔类说起 笔类的部分呢 像这一支复古墨的这个SaraSar的复古墨 它的咖啡色我之前就是已经又没水了 所以我就顺便去补一支 那森林的荧光笔 我之前是买这个整套 那这个整套总共只有15色 然后我买的是其中的10个颜色 那我一开始是想说可以整套买 结果后来发现只有黄色 这个我最喜欢 所以就只有黄色没水了 所以我就顺便去补一支黄色 那这个Juice Up的这个金色银色 是我最近一直被手帐创作者 一直烧到的一个产品 它很适合用于手帐啊 在空白处点缀这样子 那到时候我可以试试看 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买了我最近很常使用的 这支粉红色的荧光笔 这个没有Liner 应该大家都不陌生 也是我非常爱用的一套荧光笔 还有它的Brush系列 它的Brush系列啊 我之前是买了红色跟绿色的这两个颜色 那我这次就是多买一个橘色 那我之前是买过两支 觉得它还蛮不错写的 但是我自己没有很推荐初学者 用它来学习英文书法 因为它的笔深是比其他的牌子都还要硬的 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好操控 那如果真的很想要写英文书法 我很推荐可以用无足的Brush 写起来就会软的许多也操控的比较容易 那还有这边有一些零散的我就不再多说了 接下来呢是贴纸 贴纸我这次就只有选一个黑田桑的贴纸 我最近非常喜欢黑田桑 因为觉得它的插涂很有生气表情很多也很可爱 像这种白色的图案啊 很适合用来装饰月季师的部分 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可爱 接下来呢是便利贴还有纸胶带 其实我现在真的已经没有再买输绝的纸胶带 因为它的粘性品质真的是差很多 而且常常都会有残胶 那这个紫色的是我觉得很少看到其他品牌 有出这个样子的紫色 像是MP就没有出这么浅的紫色格子的这种基本款 所以就想说好吧 那就再买一次给它一个机会试试看 它的紫色是这种淡淡的紫色 那还有便条纸的部分 便条纸呢我最近很喜欢可爱的便条纸 就是可以拿来写笔记旁边一些小补充啊 或者是手帐旁边一些小小的心情记录之类的 那还有这个修修修的 我觉得它非常可爱 我最近很喜欢修修修 我觉得它非常好看 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下一个呢是标签贴 标签贴呢除了我很常使用的这两个 应该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之外 我还买了这两个 这个白色的小圆点啊 可以拿来装饰手帐 那这个我是想要把它贴在纸胶带的这种内卷里面 可以呢就记说这一卷的购买日期啊 价格或者是名称之类的 我觉得是一个蛮实用的商品 那最后这个呢应该也都不需要我多说 就是利可爱的补充啊 还有痘痘贴这样子 那我之前的那一个痘痘贴 它的头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有一点松掉了 所以常常在拿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子松掉 所以我这次就没有买补充 而是直接买一个新的 我觉得痘痘贴真的是我非常喜欢 而且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 如果还没有看我上支影片的呢 也可以去看我的上一支影片 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这样子小小的开箱影片 那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箱影片 所以正片还是会在这个礼拜六传到YouTube上 大家再去看一看 好那今天就这样子啦 大家拜拜 by bwd6